音樂 好 那接下來我就給大家看一下一些常見的輔導類型 這些我相信大家也都蠻熟悉的 其實這就是那個教育局他們有時候 在分類孩子的時候會有的情況 那我自己覺得這麼多年來 這些分類呢 只有越來越多 越來越細 越來越複雜 然後 雖然我們很希望說 因為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歸類或者協助 然後呢 孩子可以比較 狀況可以穩定下來 可是以我的自己的經驗來說 這幾年來 什麼樣的 狀況的 會變多呢 比如說 精神疾病的 孩子有點變多 然後 特教的孩子變多 以前呢 可能一個班 可能一個兩個 然後老師就已經很努力了 把它撐下來 可是呢 現在有時候還會配到三個 比如說兩個重的一個輕的 然後類似像這樣 然後就覺得說 這樣我們要怎麼帶下去呢 或者是 拒學的也很多 拒學真的是一個大哉問 拒學只是一個現象 它是一個結果 但是它的背後呢 是什麼樣的原因 可能是來自於它的家裡狀況 可能是來自於 他對於學校的抗拒 或者是說 身心的疾病 好 就是 譬如說 他很不想上學 然後呢 可是不能不上啊 怎麼辦呢 就讓他自己 生了很多各式各樣的病 頭痛的啦 肚子痛的啦 然後永遠醫不好 從頭醫到腳 然後到後來呢 爸媽會告訴你說 我的孩子都這樣了 你還逼他上學 好 這種狀況 我相信可能在場 每個老師都要有遇到過 好 那我們就開始整理啦 就是像這樣子的精神疾病 壓力疲憊 或者是醫療的部分 常常會覺得說 如果有病就看醫生啊 我們也很希望醫生 可以來幫我們 就是一同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但是呢 一定會有些卡關的部分 譬如說 光是我要讓這個父母親 意識到說 他的孩子 事實上是需要醫療的協助 這個歷程 可能就要 好大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是 誰要來 像是照顧這個孩子呢 為這個情況負責呢 好像我們教育也不能閃 就是也不能假裝沒事對不對 好大部分時間 他來學校 我們當然是希望 可以多給他一些關懷啊 好 那那個歷程是我們要去承擔 好 或者是說呢 就是他看了醫生 醫生也說 哦 可能這個狀況要用一下藥哦 可是呢 可能父母親也擔心說 這個醫療的效果 會影響他 我就想聽到就說 哎呀 他吃了這個之後 會那個食慾不好 會長不高 所以我早就把他斷藥了 好像 類似像這樣 好 所以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我們有點 求助無門 然後 也一直的努力 希望我們的輔導 就是 這三級的輔導 可以把這整個狀況撐起來 那我呢 在這個狀態下 我有什麼樣的感受 我會覺得說 這麼多年來 我努力了去學了一些知識 幫助我自己 然後呢 我有累積了一些經驗 也是試圖的要改善這個情況 但是我累不累 我還是累 我就覺得說 好像少了一塊東西 少了一個保護因子 少了一個自我療癒 或是少了一個什麼 讓我可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也可以安然 也可以 照顧了 就是 包括我自己 包括學生 或包括其他老師的 身心靈的健康 所以我就開始了 我的這個歷程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所學嘛 一定都是 大家都很熟悉 這樣子的場景 就是坐在諮商室裡面 拿談話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但是我後來覺得說 這樣子好像已經 對我來講已經太足夠了 所以我就開始邁向了 我的藝術治療之路 當然啦 藝術治療 其實我相信 大家應該聽很多 因為這幾年來 台灣真的滿流行的 我們通常很熟悉的 就是像 有點像是我們美術課裡面 做的那些藝術 譬如說繪畫的啦 或者是有時候是手繪的 之類 那當然還有各式各樣 包括 捏陶土啊 或是做面具啊 這也都是藝術治療一部分 但是其實不只是這樣 藝術治療呢 它可能還包括 講故事 好 就是敘事的部分 那這個講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是在那個老人社區中心工作 然後 老人家呢 有時候我試圖的想要讓他們 就是畫畫東西啊 或是什麼之類 他們有時候手沒有力量 或者那時候他覺得不感興趣 他就是坐在那邊發呆 可是我就發現有一個東西 他們真的會整個人好像活過來 就是講故事 我就後來就想說 講故事對人的那個 影響力還蠻大喔 就是你看我們小時候 在很小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聽故事 然後呢 甚至有些小朋友是聽故事 睡覺的 然後到了長大之後 你也喜歡看小說 也喜歡看連續劇 這也都是故事啊 到了你老的時候 你開始會想要去回溯自己的故事 來寫自己的故事 好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有力量的方法 或是像是沙油 好沙油呢 其實就是有點像是說 這個盤子裡面呢 會有一些鋪著的沙 那在沙油室裡面呢 會有各式各樣的小物件 這些小物件可能是自然的物件 可能是人物的物件 可能是醫療的物件 你想得到的 日常生活的小物件 包括宗教的物件 都可能會出現在 那個沙油室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挑選 適合你覺得可以 想要放到你的這個盤子裡面的 這個物件 然後去創造了你這個世界 那這個大家其實都很清楚啊 這個世界呢 其實是我們內在的一個投射出去 所以這個沙油室呢 就可以藉由這個沙盤 做了很多很多的 包括治療啊 了解啊 或者是診斷啊 都可以藉由這個沙盤 好 右下角 看起來就很像是戲劇 或是肢體 肢體事實上呢 也是一個表達藝術的方式 那我覺得中學生或是小學生 其實當他們放鬆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很喜歡 也很喜歡動來動去做一些誇張的動作 那只是說我們藉由這些肢體 或是好玩的遊戲去探索他的內心 好 這是舞蹈性的治療 好 這個是鼓圈 也是音樂治療的一部分 那我剛才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是說從我們的舞感之中 可能有哪一些比較不同的分類 那這些呢 其實每一個小巷 都有他很專業的地方 所以如果很感興趣的老師呢 其實在台灣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坊 你很感興趣的 你都可以去加入他們 然後他們其實都是 很專業的一個訓練過程 那我就來給大家看一小段影片 好 就是我剛才的介紹裡面呢 我覺得有些東西大家可能 大概多多少少都會知道 可是有一個部分就是 剛才我說的鼓圈 這個可能大家比較不熟悉 所以我就給大家看一個小小影片 你就會大概知道說 喔 他可能是在做些什麼 好 我們大概看到這邊就好 好 我們大概看到這邊就好 好 我們大概看到這邊就好 好 就是大家可以感覺一下說 喔 鼓圈可能是這個形式 然後呢 那個領導者可能站在中間 那這個其實算是一個很初期的狀況 就是有點像是帶大家暖身 然後讓大家熟悉那個樂器 那 有時候有些人會問我說 欸 這樣的歷程 就能解決了心理的議題嗎 應該說我相信心理學音樂治療或是我們表演心理治療的人 我們還其實是很清楚知道他的那個環節在哪裡 然後呢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用一個很實際的例子來跟大家分享說 我覺得 什麼樣的 我觀察到孩子有什麼樣的不同 我曾經試過這個鼓圈 帶在那個資源班的孩子身上 就是 常常我覺得在跟資源班的孩子 對我來講 跟他溝通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他站在我前面 然後我呢 我也覺得說 我已經很努力了把我的語言 化為他的語言 告訴他 可是呢 我們就是知道 他沒有在聽 或者是 他聽了 但是真的沒有進去 他可能會點點頭跟你說 嗯 好 但是你知道 哎呀 下次可能還是狀況不妙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講啊 因為我們老師嘛 還是要提醒 然後 所以常常會覺得說 他的魂 好像不在他的身體裡面 就是有這個困境 但是呢 在 我在帶他們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好 音樂可以勾起 人的內在一些很本能的東西 很本性的那個回應 當我在玩這些鼓的時候 他也在試圖的跟上大家的節奏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是在這裡的 那 當我用這個 他在這裡的這個 有點像是 怎麼講 情況 在這個之後跟他溝通 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好像 我比較靠近了這個人 我就會覺得說 那個心跟心之間的那個連結 是高很多的 那因為他也是個遊戲嘛 所以人本來就是會 藉由這些遊戲把自己的心打開 好 那我們就往下 所以 保安醫生治療他的意義是什麼呢 好 他其實是一個很全面性的表達 好 包括肢體啊 包括心理啊 或者包括創作藝術都是 他是從 比較是 呃 一個醫療病態 好 他可能有什麼樣的狀況 去思考說 他可以用什麼方式來表現他自己 然後是一個 還有哪些比較正向的能力 的 的 向度去看這整件事情 然後他也可以藉由這件事情去考慮他的發展階段 能力 或人格 興趣 好 比如說呢 呃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些 呃 孩子們的創作 那你就可以發現說 我今天給 因為我今天放的 因為我是國中的階段嘛 我放的都是國中的孩子的作品 但有些作品你一看你就知道說 欸 這個作品好像不太像是國中孩子的 會創作出來的東西 那種東西就可以來評估他的發展的階段 你就會知道說他大概可能還停留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 呃 當然因為是他的創作嘛 所以他一定會顯露出他的興趣 啊 內在情感啊 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呢 他甚至可以做診斷或是治療 呃 比如說呢 我有時候會讓我的個案 就是創作一幅作品 可以做個一個月 兩個月 然後看他的狀況 那那個作品呢 可能是同一幅畫 好 那我是怎麼進行呢 就是比如說在第一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創作 他在這個畫上呢 有呈現了一些他自己 可能是創傷的部分 好 假設是家庭創傷的部分 那你就會發現說那個圖上 可能有一些主題 然後這些主題呢 他 我也會請他分享 這裡面到底在說些什麼 他就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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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下一次 當我覺得說他開始準備好了 他面對他的問題 他慢慢有力量 去面對這個情況的時候 我有可能會請他在同一幅畫上面 可能拿掉一些東西 他也可能把這幅畫選擇 把它撕掉 然後呢 把它燒掉 也說不定 好 但是你會知道說 好像同一個東西上面 他其實已經經歷了整個歷程 好 就是他的成長 包括我的評估 包括他自己如何去療癒 他自己的這個整個狀況 好 然後呢 所以他會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是先從身體的部分 然後慢慢的轉到心理 還有情緒上的宣洩 然後你有直覺的部分呢 最後有點身心靈的那個階段 我知道大家早上的演習在討論這裡 那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會有時候 帶他們做很多東西 不一定會下主題 然後由他們呢 藉由一些形式的狀況 比如說肢體啊 或者創作形式的狀態 然後到了他自己的直覺 認為這個是什麼 才慢慢的去分 才會自己帶領自己 包括我也會提醒他說 欸 這個過程 他所象徵的隱喻是什麼 那我們就來看一些 他們的作品 好 這個是一個九年級的女生 她呢 是一個 有點完美主義 成績還不錯的孩子 那她那時候面臨的狀況是 她覺得 她 她沒有辦法再帶到學校裡面了 因為每天讀書壓力很大 然後她聽到隔壁的同學說 因為要讀書 所以兩點才睡覺 她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每天11點的時候就非常想睡了 那這樣的話我不是跟她插了三小時嗎 好 那她就開始想這件事情 或者是呢 當她因為晚睡而爬不起來的時候 她會覺得說 我早日起的時候就沒有到 那我低血走進去 這樣子就不完美了 別人就知道我今天狀況不好 所以她也走不進她的教室裡面 所以她就形成了剛才我們說的劇學 那在這種狀態下 然後我就開始讓她 因為她其實 就像我剛才說 她其實是知道她發生什麼狀況 可是呢 她就是在情感上的那個東西 她的環節一直過不去 我就開始讓她慢慢用畫的方式 去描繪她內心的情緒 到底樣貌是什麼 然後呢 現在遞進了什麼樣的階段 好 一看到這個圖 其實我也不用多說 大家就可以感覺到 她現在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然後呢 她的人的大小啊 然後呢 杯的東西啊 下面的驚濤駭浪啊 之類的 然後她還特別告訴我說 兩旁是沒有扶手的 就是 她隨時可能都會掉下去的感覺 好 我們來幻想這個情況 這就是她認為她的情感 所面臨一道的那個情緒 但是在還沒畫出來之前 有時候我們都會 聽完她的描述 就會覺得這個 你剛才講那個還好吧 或者是 有這麼嚴重嗎 好 但是 不管怎麼樣 這個是主觀的經驗啊 主觀的感受 她事實上就是面臨了這個情況 好 後來呢 某一次呢 她在一開始的時候 會畫是比較偏 具體的 她會很具體的 有點象徵的意涵 在描述她的情況 然後到後來呢 有一次 她的情緒也不太好 然後呢 她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沒有那麼多的動力去 用腦袋去想一個構圖 她就開始 我就說 好 沒關係 你就隨便選一個顏色 然後呢 你就讓你的手輕鬆的擺動 然後看會跑出什麼東西來 然後她就畫了一個這個東西 她其實畫了還蠻久的 好 包括就是在黑色的部分 她其實是用一種很慢很慢式的方式在畫圓 然後所以她不是用圖的 她是用畫圓 慢慢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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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當她在畫 包括她在畫的時候 我們去觀察 就會知道說她好像 那個 有點像是蠶吐絲一樣 她內心的黑黑的東西 原本是在她身體裡面 但她藉由這個方式 慢慢的吐吐吐 把它吐出來 然後最後吐出一個黑黑的狀況 然後呢 她當然後來還是有加一些各式各樣的東西 那 她畫完這個東西之後呢 通常啦 一定是我們不會立刻跳下去 就分析說 喔 這個就是什麼什麼啊 這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那就變成是 好像我是一個專家 然後我在評論一個作品 但是不是這種態度 而是我問她說 這裡面發生了什麼情況 或者是 你覺得這些顏色 色塊 她如果 她們會表達她們自己的話 她們會說些什麼 她第一個就說 黑色的 她是她自己想寫的字 她說 她覺得我完蛋了 怎麼辦 一切會不會出錯 明天會有怎樣的壞事發生 她覺得藍色的線呢 是 一切沒事的 只要放輕鬆就好 然後這個事實上是粉紅色 就是外面圈起來的粉紅色 就是 保持微笑 深呼吸 讓一切自然點 好 我其實沒有做什麼 但她的內在的對話開始進行 我快就問她說 好 這種情況下 你現在你自己是主人 如果你是一個主人 她們都是你內在的聲音 你會想要告訴她們什麼呢 她就回答說 不要再吵了 好 這個歷程 其實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常常會發生 我們會有很多的矛盾 我們會有很多的混亂 但是如果你很仔細的去分析 或者是仔細的去覺察 你自己內在的聲音 然後呢 你最後告訴自己說 我才是自己的主人 我事實上是有力量的啊 我要把我的力量找回來 好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一個 還算是一次完整的一個心理治療的經驗 然後到後來呢 她的作品開始變這樣子 好 就是 她一樣還是有分兩邊 好 一邊就是開心的要出海了 另外一邊是陸地上 然後這個稻草人呢 他其實就在 他在旁邊寫上說 我不想要再站在這裡了 他自己把他寫上去了 其實就是 她其實慢慢的已經準備好說 我可能想要出海去了 好 我想要再活出我的自由 而不是停留在這個情況之下 好 剛才的這三個圖 是他分別在不同的時期 當然他的作品不只是這些 只是剛好這些作品呢 就是比較有一些意涵在裡面 好 就是明確的意涵在裡面 那 剛才我分析的這些呢 也是因為我跟他一起討論出 就是一起討論 然後才得出的結果 如果是我自己看到這些話的時候 我其實是不會就覺得說 喔 就是直接下評估啊或判斷啊之類的 因為每個人的創作 都是出於自己的主觀經驗嘛 只有當事人的分享 然後說出來了 那才是真的 然後 呃 剛才那個case結束 我們再來看 我在資源班課程中的嘗試 我只是想要給大家看一下說 其實在繪畫裡面真的會顯露出 每個人不同的樣貌 跟他怎麼看待那個框架 或者是他知覺這個世界 世界不太一樣的地方 有人會說 欸 可是藝術治療 如果他不喜歡畫畫呢 如果給他一個白紙 他什麼東西都畫不出來呢 那怎麼辦 他連那個摸那個顏料都不想摸呢 好 像這個狀況呢是 資源班的孩子他們有一些智力上 可能中下左右的狀況 然後呢 你其實就像我剛才一樣 說的那個面臨那個情況 就是他們可能 很太習慣是等待我們去規定他 說 啊 你今天要做什麼做什麼 然後他沒辦法自由創作 那我就覺得 好沒關係 我們從一開始先從暖身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三幅圖呢 其實是同樣的結構 我事實上是弄好給他們的 那我就說沒關係 你就選你今天 覺得適合你的感覺跟情緒 你就自己畫 那他們呢 你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會留白 然後呢 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是會把它塞滿 不過我覺得最有趣的是這邊的這一幅畫 好 你會發現說 他其實對於那個框架 事實上是沒有那麼的在意的 對他來講 好 那個他雖然有一定的範圍內 可是他其實是不管你這個框裡面的線條 他想畫什麼 他就畫什麼 對 那 你說這一定代表什麼意涵嗎 我覺得這都需要根據這個孩子的狀況 他在學校遇到什麼情況 或是他的那個障礙類別的類型 要去做判斷 不過我只是就是會告訴大家說 其實就是真的那個藝術創作這件事情 是可以滿明顯的去看到一些 大家的不同的之處 然後呢 剛才我說 剛剛原本是塗顏色嘛 感覺塗顏色實在是沒這麼多 到下一步 我就說 好 那我們來嘗試仿畫 就是我給他一個圖 我就說 好 那我們就來嘗試看看 你要想辦法畫出一個像這樣子的圖片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是他知覺的狀況 好 資源班的孩子 然後 你說這個紅 哪裡紅 好 這是他認為他看到的世界 或他認為他看到的這個圖 然後呢 他可能甚至呢 會在這旁邊畫別的 他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他可能也認為這個就是那個旁邊的點點 或者架圓這個也很有趣 就是莫拉麗莎 這是他的畫 然後或者是呢 你會發現說他們的那個 我這原本是一個國畫的嘛 然後你會發現說 欸 有些孩子他可能連那個 想要描繪出那個左右的差別 好 都有困難 甚至呢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畫這個 好 這是什麼 我問他呢 他就說 喔 這是草啊 對他來說 這個馬 導致說要畫 其實也 就是只是一個作業嘛 可是對他來講 怎麼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有沒有吃飽啊 這是馬有沒有吃飽 或是他很想要去 有點像是愛護動物 愛護生命的那個層面出來 好 或者是呢 這個 我請他們做了一個面具 然後呢 是實際上就是在臉上的創作 然後外面的部分呢 我告訴他們說 可以去想一下 你平常你覺得你給別人看到的外在是什麼樣子 你希望給別人看到的你是什麼樣子 然後裡面的也可以繪畫嘛 你可以去創作說 但是實際上你的內在是什麼樣子 那為什麼內在的那個部分 我們好害怕放出來給大家看到呢 是因為有什麼部分卡住了呢 有一個孩子呢 他覺得說 老師 我不喜歡被碰臉 不舒服 我討厭這種狀況 我就說好 那你覺得哪邊可以取代 就是有哪個部分你是覺得 欸 你可以接受的 還是選擇手 好 所以其實應該說 這個媒材其實他是很有彈性的 然後呢 他也沒有說一定是非得怎麼樣的 他做的 他包括他的抗拒 包括他的任何的顏色的選擇 其實都有隱含了許多的心理的意涵在裡面 那純粹是看大家是怎麼去運用他 好 那這個是有時候我也會讓小孩畫一些全身畫 然後尤其是我嘗試過一些發生過性貧案件的孩子 因為有時候去跟他們討論身體上發生的一些傷害 對他來講可能太強烈了 然後他可能就立刻陷入那個崩潰的情況 那我並不希望第二次的傷害再造成 而且是被一個福道老師再傷害 所以有時候會讓他外畫到外面去 讓他先從可以畫出自己的身體 然後我們來想想這個身體的每一個部位 他們可能發生了什麼樣的情況 可能不會一開始就討論到那個事件 可能包括他從他看到什麼啊 或者他去了哪裡啊 我就讓他的身體的部位可以說一些話 然後當然這個東西就要慢慢的進行 可能經過好幾個月甚至是年來算 然後也許我們這個圖就像我說的 他可能一直附加上去 或是有一天我再也不需要這個圖了 我也許我有個新的身體在我的心中 是一個不一樣的形象 那意思是說他不僅是可以單獨的 當然他也可以做到團體的部分 那團體的部分呢 我就像我說就是說 我其實有時候自己都會很喜歡跟他們趴在那邊一起畫畫 那對我來講我也會覺得說 這個過程之中我覺得就像是真的是有一個美好的氛圍跟美好的一個保護照 欸不好有意思喔 那個圖就是因為是學生的作品就盡量不要拍照 因為還是有一些隱私的部分 然後所以就是我很喜歡跟他們一起繪畫 那其實這張圖裡面呢 我常常會說好 因為我今天想要創造一個團體凝聚力嘛 我就說好 如果我們是同一個社區 好這是我們的村莊 那我們現在每個人都要蓋自己喜歡的房子 然後我們自己開始畫 你覺得你的房子長什麼樣就畫 畫出來之後呢我就說欸 可是社區裡面呢 大家覺得我們這社區裡面還需要什麼東西啊 哪些東西才可以讓我們這個社區越來越完整 然後我就說喔好 那可能要有遊樂場啊 要有游泳池啊 那我會說那每個房子之間需不需要有路 我要去拜訪鄰居啊 所以我也可能畫路下去 那這些設計其實 每個老師其實都可以設想 但是它就可以是一個 大家可以就是很開心的趴在那邊一起創作的一個過程 然後這個旁邊呢是一個圖卡 好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圖卡 那我那時候是請孩子呢 去選過去他過去的自己 然後呢未來他想要成為的樣子 然後告訴我說為什麼過去這樣呢 未來為什麼未來會選這張呢 那如果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 可能我需要經歷哪像怎麼樣的努力或是歷程 我才可以慢慢的走向我想要的樣貌 好 剛才講的這些藝術治療的部分呢 我要把一些內涵的一些重要的概念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一個概念叫做第三隻手 然後另外一個概念叫做心流 當我們在創造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我跟他之間會有一股流動 會有一個氛圍 這其實大家都很熟悉 你遇到某些人的時候 你會覺得跟他聊天超愉快的 然後一下時間就過了 跟有些人聊天 喔真的很難聊耶 好那個跟整個狀況都不一樣 他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我有點在提供一個空間 讓他可以去流動他的心流 而不是卡在他的創傷經驗裡面 然後呢在那個狀態下之 他可以投入當下 甚至會比較充實自我療癒的那個能力 慢慢浮現出來的可能性 那這第三隻手呢代表就是說 其實那個心流的怎麼樣的流動 然後他事實上是一個溝通跟療癒的過程 我雖然會去介入他 但是我並不會去干預他 我其實也不是很確定說 我好像硬是要把他拖到一個什麼樣的情況下 好 那 那接下來我就在那個高關懷的課程裡面的嘗試 高關懷的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高關懷是怎麼樣的一批孩子 就是他們可能比較漂白啊什麼之類的 那我那某一天呢就跟朋友 就同事在聊天 就在講說 欸我覺得人的眼神的亮度呢 好像可以決定了一個人他的狀態 好在我們是嬰兒時期 你去看嬰兒眼睛真的是太療癒 他不做什麼都很療癒對不對 他就是單純發光 然後很純粹 到了國幼稚園呢 我還是在那邊反彈發光 他就說欸我要去找老師我要找同學什麼的 到國小五六年級好像有一點開始暗淡了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實的經驗啦 但是就能覺得說好像有些小孩開始面臨了 意識到這個世界的樣貌 那國中呢 真的混濁嗎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些冬冬孩子有時候走進輔導室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哇他的眼神真的是有殺氣啊 好那我們呢 有機會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鏡頭 你的眼神是在哪裡呢 如何找回光芒 第一個什麼時候我們眼睛會發光 做我們有興趣的事情 什麼時候玩的時候會發光 好某一天呢我就看了新聞雜誌 然後剛剛他就提到說啊德國托兒所的教養原則 就在說讓孩子可以感到說我可以會幫忙 我很重要 雖然人家是托兒所 可是我會覺得說 我就內心在想說欸我的那些高官的學生 他們小時候有沒有經歷這個歷程啊 覺得我可以我會幫忙我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好像他們很邊緣化啊 好像也沒有人覺得需要他幫忙 當然他也不會覺得他自己很重要 他必須去外面找那個很重要的感覺 好所以就開始做了嘗試 高官孩子很喜歡一個東西 我剛好說我們學校很喜歡刺青 每天在跟我聊刺青的東西 哇誰那個誰開一家店啊 多便宜啊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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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刺青當然學校沒有辦法接受 他就說啊那個學務處很討厭啊 如果我刺青的話幫我寄大過啊 我就想老半天我就想說 欸到底有沒有替代的方式 或是替代的方法 好我就一開始台灣大概前兩三年 很流行纏繞畫 然後呢 但是纏繞畫畫原本開始給他們畫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說欸這老師你幹嘛叫我畫美術作品 這個東西而且要畫很久很麻煩 根本不想做 我就一直想說好那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呢 我就開始找到一個東西叫做henna 就是一個印度的身體彩繪 然後可能一兩個禮拜後就不見的那種 所以他不是真的那個刺青 就所以他真的畫不好 啊兩個禮拜後就過了嘛對不對 好所以我就開始邀請他們說 欸這個東西還不錯喔 就是跟刺青很有一點feu喔 但是而且你不太可能不會被罵 因為這不是這一下就不見了嘛 好然後我就要求他們說 欸那你可以 他就說他自己可不可以挑圖案 我說OK 我就說但是你要畫之前 你必須要在紙上完成 你覺得真的可以上手了 你才開始 因為他是不能回頭的 他其實在這過程之中 他要非常的專心 要非常專注 而且這東西是要他的興趣 好我可以再來我要幫忙 就是我問他就問他說了 好啦你現在可以畫啦 你畫你自己 你能畫的可能只有下面吧對不對 你不能辦法畫在自己胸口啊 那你能不能幫大家畫呢 他還是幫我畫 幫志工媽媽畫 幫他同學畫 好我可以幫忙 那後來變成我很重要 就是在那個校見的時候擺攤 平常啊校見的時候他們在幹嘛 真的是就是吃喝跟 就是鬧同學吧我在想 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來擺攤來賺錢 好那那時候就跟我們的行政夥伴 一起去創造的這個攤位 然後那時候也說 小的20大土50 醜的不算錢 有沒有畫錯 我真的有 但是呢 我覺得是覺得身真的是人很好 我們大人如果他畫錯 畫很醜到我的地方 我真的起 就是起笑了對不對 那我醜了要撐兩個禮拜 但是其實同學們真的是很有愛 就會看一看就說算了吧 我真是抹一抹就算了 然後當然他畫的人會有點尷尬 然後呢會有點抱歉 可是我還蠻喜歡這個歷程的 就是他其實投入了 對他而言這個1500重要嗎 我覺得好像後來也沒有多重要 就是他們雖然很愛 但他後來很多是成就感 就是我到底畫得好不好 我的客人到底滿不滿意 好 我終於要開始換了 我剛才講完藝術 我現在要開始講自然 那等一下的過程之中呢 我也會把藝術加在我的自然的歷程之中 我藝術做了一陣子之後呢 我就開始有一種就是 因為心理學嘛 畢竟還是比較停留在心理的層面 但是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說好像心靈這件事情 是好值得令人探索的 當自己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也會有很多很多的好奇 那我會覺得說 大自然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資源 只是有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怎麼去靠近它 或者是允許它來照顧我們 那我後來就參加了 荒野保護協會的一個生態心理學的團體 那我就這樣從裡面開始學不少東西 生態心理學這個詞呢 比較少見 但是其實一些概念其實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現在生活中 其實包括車子啊 環境啊 噪音啊 電腦啊 有不斷不斷的刺激 一直刺激我們 然後這些刺激呢 會讓我們不斷的擔憂 包括很多的大人 常會告訴我說 我晚上沒辦法睡覺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睡覺四天在做什麼 那你今天在做什麼 我就發現說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們當我們一醒來的時候 就開始開 一開機就開始快速的轉 那個小孩要怎麼樣啊 然後那個家長又怎麼了啊 我學校怎麼樣啊 然後那個前藥長還去繳啊 然後就啪啪啪啪 很多事情一直在你腦海中跑 當他快速的一直在轉動的時候 到晚上說好了我累了 我要關機了 好像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其實真的還蠻高的比例的人 是真的要靠一些安眠的藥物 去幫助自己頭腦關機這樣 那他就提出這個治療師 直接提出說 其實走進綠色的環境裡面 其實就是有幫助的 而且他是很實證研究的 我今天雖然沒有放 可是真的還蠻多的論文跟研究 都在講這些 包括說前陣的一本書在講說 而如果你一天可能二三十分鐘 你可以光著腳踏在泥土上 你的身體自然會有一些調節 然後也是實證研究這樣子 好 那一個部分就是森林療癒 然後他會覺得說他們在做什麼 有時候會覺得說 啊好像你知道邪教團體啊 或者在幹嘛一樣 但事實上現在很多很多 就是有點像說我們用我們的方式去靠近自然 然後呢如果我說他們在跟大自然溝通 或在跟樹溝通 你相信嗎 你認為這是可行的嗎 好我們來做一個小小的體驗 因為我剛才講了一陣子嘛 好我們就來做一些體驗 等一下呢 呃 如果你願意的話 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站起來 好或到前面 因為你可能會需要一點空間 那如果你覺得你坐著是比較輕鬆的 你就坐著 那我們現在把眼睛閉上 好把你的專注呢 放在呼吸上 感覺一下 你感覺一下 你跟椅子接觸的地方 讓你的腳可以輕鬆的平放在地板上 很紮實實的 很紮實實的 踏在地板上 把專注放在呼吸 慢慢的吸氣 慢慢的吐氣 不急 用你的速度 用自己的頻率 去想像 在你身體的周圍旁邊 好像慢慢的創造出一種空間 一個很舒服自在 溫暖的空間 這個空間 保護了你 讓你 一個很安全的感受 你可以什麼都不做 就在這個空間內 很享受著呼吸這件事情 請大家開始想一下 如果你現在可以去一個 自然空間內 你會想要去什麼樣的自然環境呢 也許這個自然環境 是你曾經去過的地方 也許你從來沒去過 沒有關係 讓自己跳入那個自然環境內 你眼睛看到了什麼 你耳朵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風的聲音嗎 鳥叫的聲音嗎 水流的聲音嗎 水吹過葉子的聲音嗎 水吹過葉子的聲音嗎 有味道嗎 腳踏著地面 或是水裡 或是岩石裡 那個材質怎麼樣 那個材質怎麼樣 綿綿的 濕濕 乾乾一粒一粒 燙燙的 你很生利其境地在那個環境中 而且很自在 現在請你在這個環境裡面 找一個自己很喜歡的位置 想像自己是一顆種子 把自己種到裡面去 在裡面的感覺怎麼樣 我們都在等待著發芽 慢慢的 種子要開始發芽了 你會先從哪裡開始呢 接觸到陽光 接觸到水 接觸到空氣 會感覺怎麼樣 你隨著時光越長越大 越長越大 你可以自由地選擇 自己要長到什麼樣貌 什麼樣的姿態 風吹過來的時候 你的枝葉會怎麼樣地搖擺 有小動物經過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觸呢 有沒有小動物會搖搖你的葉子 會痛嗎 還是說有一點開心 你很輕鬆很愉快地 在那個情況中 成為你自己 很享受這個時刻 接下來 我們要慢慢地 回到這個演講廳之中 但是你知道 你和這個植物之間 曾經有如此緊密的一刻 在離開之前 你的這個植物 它想要送一句話給你 或者是一個表情 或者是一個表情 你覺得它會給你 什麼樣的祝福呢 或者是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回應 想要給它 等一下 我會從一數到十 當我數到十的時候 大家可以慢慢地 用自己的速度 睜開眼睛 回到板橋國中 演講廳的這個植物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 請大家慢慢地 睜開眼睛 還好嗎 有人睡著嗎 有人睡著嗎 睡著沒關係 至少你是休息的 對不對 不是緊繃的 這有達到我的效果 好 我現在給大家一些些的時間 請大家翻到 講義的最後面的那個 空白的最後一面 空白的地方 我們有沒有辦法 把你剛才在的那個 情境 跟你是什麼樣的植物 或甚至是動物 稍微地描繪下來 好 你會說 我不會畫畫 沒關係啦 你知道這本 就是你自己看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寫什麼 要畫什麼都可以 那它旁邊的情境是什麼呢 你也稍微地寫下來 但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後來那個植物 有送給你一句話 它送給你什麼 我給大家 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好 就是稍微 速寫一下就好了 好 讓我們可以去 吸收一下 我們剛才這個歷程 好 我們差不多 那當然還可以繼續寫 那當然大家都稍微聽一下 這個活動可以帶給學生嗎 可以 我試過 然後 我那時候帶他們做的時候 是用肢體的方式 就是包括 怎麼成長 姿態怎麼扭來扭去 都可以 風吹過來的時候會怎麼動 也都可以 當然是這些孩子要夠熟悉 如果是很陌生的情境 他可能會有點不好意思 那我通常也不會強迫說 肢體 不想要動的人 他要強迫他 他也是可以像大家一樣 就是坐在一個 他覺得舒服的角落 然後去享受他的這個歷程 那我不知道說在場有沒有人 是覺得很難進入這個情況 但是通常大部分人事實上 是可以換出一些自己的感受的 好 那 之後呢 在這個結束之後呢 因為 我剛要請大家去問那個職務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送給你 或者是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回應他 其實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素材跟主題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你回家之後你可以開始對話 好 跟你自己心中的那個職務 心靈職務 好 有點神性的職務 開始有一些對話跟討論 那有時候有一些主題會慢慢的跑出來 但是前提是你也覺得說 自己是想要去想要去探索的 好 那當然會有一個好的過程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停留在這裡就好了 那也沒有關係 好 往下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個圖 好 這左邊的跟右邊的 其實還蠻明顯的 就是說 我們跟這個環境跟動物之間 生物之間 我們是把自己放在哪個位置 我們把自己放的位置不同 就決定了我們跟他之間的互動 其實人本來就有親生命性啊 比如說呢 我有時候我是做諮商嘛 我有時候做個案啊 然後發現說那個孩子好像 情緒不是很穩定 然後說也說不出話 可是我必須處理啦 老師已經希望我幫忙了 然後我就覺得 這種時候該怎麼辦呢 有時候我會發現就是 我會開始帶他去繞繞 好 然後呢 什麼東西其實很快 小動物很快 笑狗 笑貓 笑魚 對不對 餵餵小魚 欸 小孩很開心耶 其實不只是他啦 我也很開心啊 就是你這種 這種自然而然的那種 親生命性 是很明確的 有親生命性就有一個相對的東西 叫做大自然缺失症 就是說 好我們從小到大 如果你越來越跟自然是很遠離的話 那 在各個層面上 都會有一點疏離感 對這世界好像很不接地氣的感覺 人在那邊飄 所以呢 很多的專家學者就會建議說 欸其實要定下綠色時間 你們吃飽飯啊 去河邊散客部啊 都好嘛 就是要接觸大自然的習慣 那 綠色的照護呢 我說綠色的力量 其實有好多好多好多 那這些都是在台灣 慢慢的發展出來的東西 但對我來說就是 這些東西 有它的資源 跟它的素材 可是我要怎麼 讓這些東西 可以進入我的校園呢 我在工作裡面 我不可能每天帶他們去山上 我就是我在雙河區 它就是一個都市 而且一個很擠的地方 我要怎麼把這些好的品質 帶到學校裡面啊 我要讓大家有一個想法 就是有一個新的一個概念 就是如果我們古時候 在部落裡 我們會成為部落的 什麼樣的角色 我這時候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有一次也是 跟同事的在聊天 這在講說 欸還好我就是身為老師 我從小也算會讀書 然後也是乖巧 不會動來動去 好像還蠻適合在台灣的 這個教育的狀態下 就這樣被捏捏捏捏捏 就捏上來了 可是有好多小孩 好像不是這樣特質欸 他們不好的 會不會在別的年代裡面 會活得比我們好啊 對啊 就是在別的年代裡面 會不會比較輕鬆啊 比如說什麼 我們看到這些 就是漂白的孩子們 他會不會是以前是那個獵人 如果如果是我 在那個地方 可能一下子就被殺掉 對不對 我沒辦法捍衛我自己 讀書人嘛 然後呢 如果一個上課的孩子 在那邊每天做手工藝 她是什麼 她會不會是一個編織的 這個婦女 她在上課 就是畫了畫了畫了 有時候他們畫得真好 真的是畫得好好喔 尤其什麼時候畫得也很好 段考時候 有時候段考的時候 他也沒辦法提早交卷啊 然後整天這樣畫下來 他會不會就是這些專家 當然當他長大之後 他可以選擇往他的方向前進啊 這個社會的確有好多 這樣的類似這樣工作 可是在我們的 基本教育過程之中 好像沒有辦法耶 就是他還是要去學一些 我們認為基本的東西 他不可以漏掉 所以幻想一下 你覺得你是什麼 你覺得如果你在那個年代 當然不一定是部落 好像是古代 你覺得你是什麼 你現在 但是這樣靈魂 寫錯了2018 到2018之後 你覺得 你常常會覺得說 我蠻喜歡這個年代的 還是你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裡不太適合我耶 我覺得我好像 如果在哪裡可能比較適合 我就在想說 我接觸這些孩子 會不會常常會有這種感受啊 就是好像跟這個 他沒有辦法去 有個好的連結 所以就開始喔 我就在想說好 有沒有哪一些東西 是一直以來 就是我們人類啊 很 可以 怎麼講 從過往到現在 我們一直有精神 跟我們一直 可以靠近自然的這個本能 有沒有什麼東西 可以帶到學校裡來的 也可以把那個 剛才我說的 就是那種 沒有辦法接地氣的感覺 可以減緩一些 好這是那個 我們學校的 就是高光臺課程 就是我相信每個學校 很多都有在做這個木工課 那我覺得這個木工課 很有意思的是說 哎呀沒有耐心不能做耶 然後那個 沒有耐心 一不小心就是 擱到自己的手耶 我就發現說 好像這些 這種自然 比較自然類型的課程 其實是還蠻磨孩子的 那個心智的 或是拍眼的課 他們有時候 那個動力多到不行 你把它壓在那個教室裡面 老師自己真的很辛苦 就有點像是 再出去放電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確認學校的思源 就是我們學校裡面 到底有什麼啊 我相信每個學校都有 那我們學校剛好 就是有最近 就種了很多的那個 香草的植物 然後呢 我們因為那個 思源班有個 食農的課程 然後呢 就種了很多的 食農的地方 所以我其實就是 搭著他們的便車 我自己都沒有 我沒有自己 乖乖去那邊 就種一排 這樣子沒有 我就是看學校 有什麼東西我可以用 我就拿來實做了 好我怎麼實做呢 我剛剛有提到說 當他的狀態 不太好的時候 尤其是一些 憂鬱的個案 他們好需要曬太陽喔 好需要去走出去喔 然後呢 有時候講也講不出來 那我要怎麼讓他催化呢 以前我都坐在智商室裡面 好你知道 就單打獨鬥 就進去了 情緒強烈沒關係 衝進去 現在我比較 沒有 不年輕了 所以我讓自然 來幫我 做一下這個催化的工作 我跟他去操場散散步 然後走到農園 農園的時候 我跟他說 這些香草植物 這些植物 可能有什麼樣的效果 跟你的情緒 哪些有對應喔 你可以把它拔下來 聞聞看 你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呢 你挑選 你自己喜歡的 香草的葉子 我們等一下 帶回輔導室 我們可以一起 喝杯茶 所以他就很認真的 在那邊挑挑挑挑 我覺得那種 吃東西啊 喝東西 對孩子來說 永遠都是一個 很好用的那個 對不對 就是他們很吃這一招 那 但是我不是給他們 餅乾糖果啊 我是給他們香草植物啊 而且其實 代表另外一個含義 就是說 我讓你知道這個地方 有些人際關係 沒有那麼好的孩子 其實 在這樣子的歷程之中 他有時候 我真的 有看到那個 他就帶著他的同學 說 我跟你說 有個地方 我們可以泡茶 然後那個 那個植物很香 天天的 天橘天天的 然後我們可以去拔來 我們自己來喝 然後他就多了一個 學校可以去的地方 然後跑去摸摸大樹 然後摸跟大樹講話 然後去那個魚池 我剛才說 還非常非常喜歡動物 然後繞了一圈回輔導師 我輔導工作 還要不要做 要做 那些問題還在不在 都在 都要處理 可是我讓他 繞了一圈之後 同理的部分 跟他連結的部分 情緒穩定的部分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一些 技術性的部分 那我會覺得真的 對我來講 也是一種自我照顧 因為在那個過程中 我也很開心啊 我也在那邊拔 我的香草 我當然也要喝啊 其實是一起的 那我要接下來 介紹一個 一個 性流學習法 是在 通常在小團體裡面 會比較常用到的 好就是說 這是四個階段 然後這四個階段呢 可以讓這個整個的過程 是更有深度 然後是比較完整的 第一個呢 是喚醒熱情 那這個熱情的部分呢 大部分就是 在團體之中 會以玩耍為主 好 而且讓他們動來動去為主 一方要宣洩他的心 怎麼講 力氣啊 等一下 因為等一下要靜下來 關注自己的心嘛 但是在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很high的 所以要先 把這些東西 宣洩出來 好 所以事實上是減少 就是製造很多參與 然後呢 讓這個紀律的問題減少 下一個呢 是感受力 應該會培養專注 好 就是呢 開始慢慢的把外面那個丸 慢慢的收回來 他可能還是在玩喔 可是他慢慢的可以靜下來 去看到他的 就是一些細微的部分 所以左邊呢 會是他的目標 好 就是一些觀察技巧啊 或是注意跟集中 好 那這就是我曾經帶過的一個部分 就是 喚醒熱情培養專注 好 其實剛才前面有 我的右手邊有放一個 小的遊戲 那這個其實是 有點像是鬼抓鬼 鬼抓鬼的狀態 就是他們都是戴眼罩的 然後呢 可能 會這樣 兩兩一組 好 比如說一個是 就有點像是 貓 貓抓老鼠 好 或是雞吃蟲 好 比如說就是兩個搭配這樣子 好 那貓你就要去找到那個老鼠 然後呢 你就在要蒙眼的時候去找到它 那你就耳朵夠聽得到 因為呢 他們在移動的過程之中呢 他們都要發出他們那個動物的聲音 然後一邊發出聲音的時候 他一邊去 一邊要躲自己的天敵 一邊要去抓自己的食物 好 那你自己說 你就會說 欸那這不是弄成 就是完成一團嗎 重點就是要完成一團 就是打開心胸 而不是你一個人坐在旁邊 然後覺得一點都不參與 好 當一跟二準備好 他們其實都是準備階段 才要開始進行 就是直接性的體驗 就是我開始 要開始能夠跟我自然的親密對話 我希望可以培養出什麼 好奇心 通力心 有愛 然後呢 有些啟發 那右邊的這個活動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就是比如說大家閉上眼睛 然後呢 我就開始來形容 用嘴巴形容 一個動物 什麼毛色啊 然後呢 大小大概多少啊 好點點點 然後每個人畫下來 那我們再拿出來 分享 然後當然每個人畫的會不一樣嘛 所以就會有很多很多的火花在裡面 好 或者是呢 像這個 這個其實是一個對學生的宣講啦 就是我請學生去學校的校園環境 去找一個自然物 不可以用拔的 要地板上的啊 可以是石頭 小花 樹枝 然後有些學生還會拿 你知道 超大的一個大樹葉就開心的走進來這樣子 然後呢 我就是讓他們 那像剛才我帶領大家的有點類似方式 就說你看到了什麼 你聞到了什麼 那如果你吃的話 你覺得可能是什麼味道 你聽會聽到什麼 那當然最後面那個很重要 就是你的心靈如果可以對話 他們在對話些什麼 那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學生其實真的有辦法去 反思一些東西在裡面 然後如果有機會 大家如果真的待在看的話 那個最後面的那一個會很有意思 就是其實真的是 有時候真的像是自己跟自己信心喊話 就是他可能最近遇到什麼困境 然後他可能就提到說 嗯不用擔心 一切沒事的 或者是之類的 我很少會看到最後一格 就是內心對話 是那種 把自己又臭罵一頓的 通常我們都會有一種很正向呢 或是往上的那個力量 好這個是另外一個人的小樹枝 好最後一個 是分享啟發 好就是 會有很多的討論 然後互相的回饋 那我就是 有實際帶了一個小團體 好這實作的部分 那我那時候是用混靈的方式 然後就是有各式各樣的情況 但是但大部分是不出那個 情緒上的調節啊 或者是人際關係啊 那很重要是對大自然不排斥 那對大自然不排斥這件事情就是 其實排斥也有排斥它的意義 有蠻多的冒險體驗的會是說 我從不喜歡不想要到我突破我自己 哇這是一個內心很大的那個跳躍成長 但是呢 我現在 因為我做的是實際的個案 他們都有他們真的心理議題 我希望我不要卡在前面 就卡關了 我希望他們是真的可以 這些狀況 是可以被稍微的平衡或調整的 所以我在做的時候 的確是會再小心一些 那因為他們真的是比較重的個案 所以成員會比較少一些 那我的安排呢 我前後可能是在室內 但是中間很多都是在室外 然後這些室外呢 就是甚至會找我們學校附近的資源 什麼公園啊 什麼大學啊 管他的 就是去看人家有什麼東西嘛 我覺得那個東西可以拿來用 我就 就帶孩子就過去了 但是當然有很多的環節啦 或者是說 這些孩子會亂跑 我覺得那真的是要看個人 就是 你自己心裡要有個底 好 這個就是我帶他們去師大的環教所 然後他們在 就穿著那個青蛙裝在那邊撈蠱蝦 我發現就是只要有動物類的 他們都非常開心 然後接下來的這個活動呢 是在四號公園 在永和的四號公園 然後我是結合他們的那個 同軍課程 比如說定向的活動 我就去裡面拍圖片 然後我就告訴他們說 這個可能是在哪裡喔 那你們要每一個人 拍出跟我一樣的畫面 所以他們就想盡辦法 你就會看到說 欸 是要怎麼喬 是要站著呢 是要跪著呢 是要趴著呢 或是什麼 但它其實是一個專注力的一個活動 好 自己食物自己種 是一個直接性的體驗 因為我們就是 我剛才說過 志願班的那個老師很好 已經幫我有一個農園了 我就順便跟他說 欸 你一個小塊可不可以分給我 然後 這個 像他們自己的植物的這種東西 很有趣的是說 有些孩子 因為這是他的食物 他會每天要記得去看看他 澆澆水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會覺得說 好像有個東西 有個歸屬感在學校 我得去照顧他才行啊 要不然他喝水的在哪裡呢 那到後來呢 我發現說 還是要種一些 食 可以吃的 有一些成果的 對孩子來說 會比較多的那個 享受 而且你會覺得說 欸 好像最後我們可以有一個成果 這樣子 好 這是蒙岩藻樹 就是 他閉上眼睛 然後我把他帶到那個 去摸樹 然後他自己再去找到那些樹 我讓他們呢 在做完這些活動之後呢 就是像我們剛才那樣 就是會有一些心靈上的對話 然後 他沒有辦法自己單獨的 在那些情況中 然後呢 寫一些 學習單 好 藝術創作 好 這就變得偏向是 分享啟發的階段 他可以是團體的創作 動物的創作 他也可以是 我告訴他們說 欸 我們從那個 環境之中找一些樹葉 然後我們把它拼湊一下說 你希望你未來的 就是說一個期待 或者是一個畫面是什麼 然後他們就要把它 聽湊出來 然後跟團體的人分享 那當然那個團體的進行 還是很 還是很輔導啦 諮商啊 那我覺得老師們就是 看你想怎麼帶都可以 好 下午茶時光 我就在我們學校裡面 就是 開始野餐 然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其實他的那個效應啊 我原本講說 我只是也很喜歡這個畫面而已 後來發現說別的 就是同學校的老師 後來跟我說 欸 你怎麼在那邊野餐啊 我也好想做這件事情 我就說 欸那一起來啊 好 就是 在這種狀態下 我在那一天喔 我發現就是 我原本預期只是 我在那邊喝香草植物 但我其實在那一天的小團體裡面 我討論了不少 那種 蠻深層的問題 然後我也一直在想說 欸其實我到底做了什麼 但事實上我就覺得 沒有啊 就是一個很放鬆的環境 跟情況 我就營造了那個氣氛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學校有這塊地方 也許某一天 我不在 你還是可以來這塊地方啊 你知道茶在哪裡啊 然後你可以帶你的朋友一起來啊 好 然後這個是卡片的部分 我要跳快一些些 因為快要結束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是小團體的聯絡本 就是我做了這個新鮮的嘗試 但是其實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幹嘛 我也不太希望別人覺得 我就是在那邊帶學生 上課不上課 在那邊喝下午茶 所以其實我是有跟導師們 就是有更多的連結跟討論的 好 我設計了聯絡本 然後 讓孩子們知道 讓孩子們寫一下 他們每天在做些什麼 然後這個 討論哪些主題啊 那也請老師可以給他一些的回饋 包括家長給他的一些回饋 那右手邊就是他跟植物的關係嘛 然後就是小團體 沒有辦法 就一週一次 但是你每天都可以去看你的植物啊 那你的植物長出來了 番茄可不可以吃 當然吃啊 你吃到的時候 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把它寫下來 這個是 這個是 理論部分 團體的療效 這些 那些只要是你帶團體 其實都會有 但是我覺得這五個東西 在做藝術或自然的時候 特別是自然 它的會特別的明顯 因為我們是跟生物在一起 我們是跟生命力在一起 然後會有很多的希望感 或者是 像包括那個情緒宣洩 就是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我帶一個孩子出門 然後他就突然告訴我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奔跑 我說 喔你想奔跑 那這塊草地夠平 那你去奔跑吧 小心就好 然後他開始狂奔 他開心的追尿啊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我就在 一直在想說 他提出這個要求 他其實他是很客氣 他沒有立刻就跑起來了 他很客氣 然後就想說 欸這可能代表什麼呢 其實很多的小孩 他們 在面臨他的人生的一些挑戰的時候 家庭的挑戰 或他生命中的挑戰的時候 他也很努力的想要去調適它 他可能沒有辦法像大人一樣 調適那麼快 所以他會有一種 我知道 可是我感覺怎麼樣 然後那個東西有點出不來 就是沒辦法丟出去 所以有些人會把那個情緒 那個東西投入哪裡 可能網路 因為他不用去面對 那個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好像每一個人也在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調適自己 那自然能給什麼 其實他其實也像是一個白紙一樣 他可能沒有預期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可以做你自己 藝術跟自然之間的共同點跟發現 藝術 其實藝術是有兩個方向的 有些人說藝術他事實上是一個方法 他可以藉由這個方式 你可以做很多的心理治療 或者說藝術做藝術的本身就是一個治療 你不用管 不用分析 你在過程做過程中就是治療 很多的藝術家都會說這樣的話 我覺得自然也是啊 自然你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方法 自然你在進入自然的時候 他也是一種療癒啊 那他有什麼樣的共通點呢 我覺得都是從 有點是從外在的準備開始 然後慢慢內推 跟著心流走 慢慢的往內觀 還有很多的好的品質在裡面 放鬆 接受 專注 慢 去磨你的心 你可以自己做 你企業也可以一起 然後呢 旁邊的人事實上看得到成果 可以一同見證 當然這個有更多是外化 或是象徵的意涵在裡面 或者是說 其實藝術跟自然本身就很療癒啊 我那種很多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也沒有想要證明些什麼 我覺得 其實我們自己接觸 你們跳去接觸的時候 自然就知道他的那個魔力在哪裡 所以我的定位跟信念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他不是美術課 然後呢 他是一個暴行的歷程 然後呢他也不是自然課 他是一個體驗的時光 我們呢都在都市裡 我們都在結構裡面 都在學校的那個範圍裡面 可是我可不可以把這些精神 這些彈性 這些愉快帶回來 在我日常生活中 當我疲憊的時候 我永遠都知道我的那個愉快的點 可能在哪裡 我不用 我可以去跟孩子們一起 就是照顧他 我也要照顧我自己 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部分是 不再施根 就是 常常我會覺得說 我們都會卡在這個環間 就是說 我知道 但是我做不到 我的腦袋 我知道啦 我理性都知道 到後來是 或者是變成說 欸我不需要做啊 我也知道啊 到最後來是 我做到所以我知道 就是有點像是前面說的 就是說 他是從外在 我的實際的體會體驗 慢慢的往內收 而不是一種 就是由上而下 而是比較由下而上的那種感覺 好 最後一個是 我只能分享我擁有的品質 我今天從外面走進來的時候 那個題目叫做什麼 教孩子成為一個人嗎 然後我就默默的有一種感觸就是 我覺得要 成 告訴他們成為一個人之前是我們 之前是要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當我能成為完整的人 我才能把這樣子的精神跟氛圍跟品質 帶出來給旁邊的人嘛 好 所以我真的會覺得說 自我照顧其實是很重要的 當你照顧好你自己的時候 你絕對有餘力去照顧你旁邊的 身旁的任何人 這個是復原的十個基本要素 我藉由自然跟藝術 我想要創造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它可能出現的時候 它就會讓人 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或者是 人可以有更多的恢復性 我想要問在場的大家 也許你對自然 對藝術 不一定有太多太多的 我不知道 有可能有興趣 但是 是不是會想投入 這是不一定的 但沒有關係 你問你自己說 你對你自己 你覺得興趣在哪裡 覺得哪個東西 哪個元素 是你很喜歡的 那這些元素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 也是去創造這個情境呢 如果能夠創造這些情境 創造這些元素 創造這些好的品質 我覺得那個才是值得 去發展下去的 而且這才是你今天 聽完這場演講之後 就是 有辦法生根發展下去的 所以 我們要來檢視我們的意圖 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才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請大家寫的意圖 不知道 大家寫的意圖 有沒有被提到呢 不管有沒有被提到 當然 我等一下 就是 有時間的話 都可以回應大家 或者是 我有留E-mail 如果你有問題 可以問我 但是我想要再往下推一個 我有意圖 我有了這個循環 我要有計畫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曾經參加荒野的一個演講 然後他就是請那種 美國大師啊 來演講 然後最後 他講很多之後 他在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說 來每個人拿出一張紙 請你寫下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他就說 一樣 具體 簡單 正面語句 可以是很小的事情 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你要做到 你對於這個世界 你對於你自己 你對於你的孩子 對於你的學生 對你的外伴 對你的爸爸媽媽 有沒有在你心中 有什麼部分是 你覺得 我想做 可是到現在為止 我都沒做 我有一個 動力 有一個意圖 我當時呢 聽了那個演講之後 我就是在那個 單子上寫下說 我想要把自然的元素 放進我的心理的 諮商的專業中 我就幫我自己下了一個很清楚的計畫跟意圖 我就把這東西貼在辦公室的桌上 我其實看他看了好一陣子 我看他看大概幾個月 我每次看到他設想說 哎呀 還沒 還沒開始 但是呢 我覺得我要醞釀 我要開始做 因為這個是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 剩下的一些時間 我要給大家 我覺得這東西還蠻重要 我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請大家 一樣 可以在 最後一面 我發現最後一面呢 就是 我們最後一面是畫 畫的那個 你自己的數 那前面呢 是那個心得筆記的部分 請你寫下一個 或兩個 不要超過 不要超過三個 不需要這麼多 一個 就也很棒 一個 具體 你可以做 然後是你一直想做 或者是說 今天的這個課程裡面 這個分享裡面 有沒有什麼的環節 是你覺得這個東西 好像不錯喔 我可以來試試看喔 好 然後請你們把它寫下來 好 給大家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有一些行動力 好 大家寫完了嗎 有沒有人很勇敢 這種狀況 有時候我自己參加這種演習的時候 我也超配 超害怕被點到的 但是有沒有人願意 大聲講一下 你接下來的計畫 有時候說出來 好像就已經做了一半對不對 你是想要不要說一下 我 發現喔今天早上 那個 崔宏正老師有帶我們 告訴我們說 那個靈性修養的 這個重要 他告訴我們這個靈性修養的一些理念 然後呢 何老師呢 告訴我們 就是 自我照顧的 這些東西 都可以用到自我照顧上面 然後我就想到說 我要來好好專注在 我自己的呼吸上面 我學到一個方法 叫內核性呼吸 他是不是照 那我就是一直覺得 知道喔 不要呼吸 只是在這個胸部 胸式呼吸 然後要從 腹式呼吸開始 然後 然後練習 這個 護士呼吸 然後呢 好好照顧自己 讓心能夠有一個平靜 這樣子 這是我 目前的 覺得這樣的一個計畫 不然學到的東西 永遠都是學到的 而不是落實在 自己的身心上面 好 謝謝 謝謝 好 大家很害羞沒關係 好 就是呢 請大家那一張 保留下來 然後呢 放在你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當你覺得疲憊的時候 當你覺得有力氣的時候 任何時間 你都可以去看看 你這張紙 然後看看一下說 我是不是真的 有一些東西 一直在我的心裡面 然後他已經準備要出來了 我需要給他一個機會 所以我 就在這個場合 我自己又幫自己 下了一個計畫 就是呢 其實上我還是希望 自己可以有更完整的 一個療癒的狀況 然後呢我可以擁有 一個美好的環境 然後我希望呢 我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 看到自己的完美 也讓別人看到他們自己的完美 這就是我今天想要讓你們看到 就是說 你們上面寫的東西 其實這就是你們的完美 我希望那個完美 可以是被發揮出來的 那這是我下的計畫跟意圖 我當然希望像之前 我寫的那張紙一樣 或許過了一年半年 我這些 我就覺得 嗯 我做了 我做的還差不多了 然後我對我自己是滿意的 好 那就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創造的美好時光 謝謝大家